东北军入关驻蒋,平静安定后,蒋挥石南下,攻击国共分手后红军占据的江西苏区,和汪精卫、李宗人的广州政府。 此时的欧美处于经济危机中,无暇顾及中国,日本认为是吞并东北的大好时机。 遂策动河北石有山和山西延西山,攻京津地区,以牵制张玄阳,又制造万宝山事件,在1990年就被日本吞并的朝鲜发动排华暴动,以图分散南京政府的注意,将通电全国声称,壤外必先安内,仍集中经历于剿共和阳广的军事。 1931年9月18日晚,日军在沈阳北英有条湖,炸毁南蛮田路一段,乌指中国军队所为,板员征四郎,相令攻占北大营和沈阳。 次任的营臣,关东军司令本庄凡,相令全军出动,实施石原玩耳拟定的关东军占领满猛计划。 北大营内,东北军第七旅第六二零团奋起抵抗,战至凌晨三点,关东军主力赶到,王铁汉团长率队突围,北大营落入敌手。 当晚,沈阳守军王以哲旅长在室内家中被枪炮声惊醒,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真下令,全取不抵抗主义。 至19日上午六时,日军占领全城,缴获兵工厂库存步枪八万只,机枪四千艇,以及飞机二百余架。 19日在北平,张熊阳两次回应记者,说东北既无抵抗能力,也无开战理由。 无,早已令我不士兵,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。 9月22日,蒋介石发表讲话,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,先以公理对强权,以和平对野蛮,忍痛寒憤,斩取逆来顺受之态度,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。 仅仅几个月,就将东北全境拱手让人。 918事变爆发后,世界各国反应强烈,国联会议要求日本迅速撤军,美国国务卿史听生发表宣言,宣布日本对满洲侵略是干涉中国内政,违反巴黎非战公约,美国不予承认。 为掩人耳目,日本扶持清逊帝溥仪,于1932年3月成立满洲国,日本及其他共23国相继予以承认。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夺利国家,日本干脆宣布也退出了国联。 日满议定书签订后,日本将东北看作自家一部分,推行日满一体政策,废除了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,并将根据日清政府条约,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交于满洲国管辖。 满洲国的政府部门、军队、警察、税收、邮政、学校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等等,几乎都是日本的翻版。 为了充分利用日本的物产,1933到1936年,日本在满洲投资了11.6亿元。 1937到1941,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,日本又投入50亿元。 之后,又推出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,至1945年时,满洲国的工业规模已超越日本,跃距亚洲第一。 今天先讲到这儿,谢谢收看。